這是一位高興男子跟朋友騎車出遊 沒有想到疑似車速太快 大滑摔倒 結果滑到對上車道 被兩輛車免過弊命 而這個機車甚至當場起火 好朋友假日一起騎車出遊 不過意外永遠 來得突然 高興男子疑似打算轉彎超車 沒想到機車竟然失速打滑 直接衝向對向車道 來車的駕駛根本就無法反應 高速衝擊下騎機車的高興男子 當場就沒了生命跡象 車子也因為巨大衝擊力 撞破油箱起火燃燒 新竹縣新普鎮19號傍晚 在這條新湖路上 發生這期死亡車禍 高人19日 與三名朋友結伴出遊 於傍晚18時行進本霞 新湖路段 已因路況不熟過彎超車 滑向對向的車道 經對向車輛因閃避不及撞擊 高難經送醫後不治 俠區派出所指出 趙市路段市湖口工業區 上下班要道 雖然路幅比較寬 不過多處彎道 不管騎車開車 都一定要小心路況 避免漢事一再發生 記者吟日龍新竹報導